运球就快要coach 战术就学coach 路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指定鲁鱼 coach 路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体育迷的骨子里总是渴望看到已弱胜强 因此当美国拿篮与南苏丹的比赛进入白热化阶段时 大家会发自内心地为南苏丹加油助威 大家并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看看是否会有惊喜出现 南苏丹也没有人失望 一度压制住了美国队半场战霸 居然以14分领先 然而异地再战后 美国队猛然提升了比赛强度 南苏丹好不容易积累的14分优势 瞬间化为乌有 令人惊讶的是 南苏丹虽然在第三节竞赴19分 将领先优势全数吐回 但依然能在末节与美国队展开周旋 比赛临近结束的20秒 索尔在右侧底角强设三分命中时 南苏丹以100比99重新反超 这一幕让科尔心惊肉跳 他立刻请求散停 散停的具体布置我们不得而知 但散停过后 詹姆斯迅速拉开单打 威慑掩护直入禁区 第一手上篮命中 这一准绝杀 让南苏丹的反超努力化为泡影 所以人人都像颅治岛 可到紧要关头 难免人人都是颅治岛 科尔贵为NBA15大教练之一 执教勇士时 以跑位和传切战术文明 对复杂的体系情有独钟 体系越复杂他越兴奋 多少有点心理变态 然而当他指教国家队时 他不得不采取简单粗暴的策略 让39岁的詹姆斯自己去解决问题 面对南苏丹这样的对手 竟然需要39岁的老头 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这简直太丢人了 因此 赛后科尔主动懒则表示 我们也让球队准备得足够好 这是我的责任 言下之意 即是过于轻敌 虽然除少数国家位 世界篮球整体水平确实在提升 但以美国队的实力来看 他们绝不该被南苏丹 逼到这种程度 要知道满打满算 南苏丹自2011年建国以来 至今不过13年 人均GDP不足400美元 这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国家 南苏丹国家队的建立 几乎完全依赖于 落成诈骗巨子 卢尔邓的个人努力 他不仅自套腰包 管理南苏丹篮鞋 还为国家建立了第一座室内球馆 在此之前 南苏丹所有的篮球场都是室外的 同时 南苏丹国家队的所有成员 都是卢尔邓 凭借自己的人脉和面子招募而来的 一方面 谋要感谢胡人的慷慨 如果不是当年他提供给 卢尔邓的大合同 南苏丹篮球之父 可能也无法拥有如此财力 另一方面 还得感谢CBA的细心培养 去年世界杯上 南苏丹队爆打中国南篮后 CBA各路诸侯 纷纷伸出橄榄枝招募 南苏丹球员 其中 卡丽克琼斯加盟了浙江 马里亚尔沙约克 奔赴山东 阿努瓦奥默特 前往宁波 在推陈美国队的热身赛中 这三位球员 悉数以首发身份登场 琼斯拿到三双 沙约克 贡献全队最高的25分 奥默特则有9分和6篮板的表现 你可能会问 CBA整体水平低下 能栽培出什么样的球员呢 实际上 虽然CBA的水平 可能不如一些顶级联赛 但其对抗强度 绝对是世界顶级 比如琼斯就曾 声味俱下地讲述 他在CBA的经历 他被打得满地爪牙 正所谓 打架带一个篮球 很正常吗 这些外籍球员 一旦适应了CBA的功夫篮球 对付美国队 自然就轻松多了 好了 言归正传 虽然对美国队的表现 进行锐评是可以的 但如果仅凭一场比赛 就认为美国队在奥运会议上 夺金不稳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两个维度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是赔率 二是现实战力 首先从赔率来看 美国队的夺金赔率 这些数字充分显示了 美国队与潜在对手之间的巨大差距 庄家和赌徒都是玩真金白银的 他们会尽可能精准地评估 参赛队伍的实力 如此悬殊的赔率 足以证明美国队在众多对手中脱颜而出 几乎是当之无愧的夺冠热门 其次从现实战力来看 美国队可谓精英辈出 这与2023年篮球世界杯时的情景截然不同 那时美国篮鞋四处摇人 却各处碰壁 许多人都表示没空或不愿参赛 最终临时召集了年轻球员组成阵容 由爱德华兹、哈利伯顿、布伦森等人带队 被外界戏称为史上最屌丝阵容 然而再看看奥运赛场上的大名单 詹姆斯、杜兰特、库里等老将齐聚 还有塔图姆、布克、农眉、阿特巴约这些中间力量 在伦修达人伦纳德在临时退出后 蓝鞋争招了怀特顶替 这让FMAP布朗感到不满 如此威风凛凛的12人 足以把恩比德衬托得像个喜剧角色 高手云集不仅意味着球迷可以大宝眼福 还意味着这支美国队有能力在整场比赛中保持强度 例如39岁的詹姆斯和36岁的库里 在各自球队时需要兼顾多重角色 并且承担大量的比赛负担 然而在国家队他们不必像在俱乐部那样拼尽全力 从热身赛的战绩来看 尽管在对南苏丹的比赛中仅以一分险胜略显尴尬 但先前与加拿大赢14分 澳大利亚赢6分 以及塞尔维亚赢26分的热身赛中 整体表现顺风顺水 理论上加拿大由亚历山大带队 塞尔维亚有约积级坐镇 希腊靠字母哥领军 都有当今NBA Top 5级的高手 奈何你有五爵 别人有十二罗汉 蜂拥而上咬都咬死你了 好比大伙都知道刘关张三英战吕布 却很少听闻 濮阳城外曹操一口气 派出许楚点围 夏侯敦夏侯渊 李点与跃进 围攻吕布 饶是天下无双的人中奉仙 仍抵挡不住唯有败走 篮球始终是5对5的公平竞技 以1-5的想法注定不现实 因此美国队此次前往巴黎 确实有底气大声喊道 各位绅士 你们是来争第二的吗 即老中青三代之精英 输的可能性极低 只不过等到夏季奥运会 老三皇退役 终生代们年事见高 并且NBA新生代们的佼佼者们 普遍为非美国籍球员 美国队是否还能延续传统 将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不过这些都不急 先把眼前的机会把握住 至于未来的事 先让他留给未来吧 是勒布朗詹姆斯拯救了我们 一向年轻气势的爱德华兹 赛后如此说道 在最后危急时刻 詹姆斯挺身而出 面对南苏丹的防守 他选择相信自己 并最终凭借一次突破上演了准绝杀 帮助美国男篮 避免了在奥运会 开始前遭遇败仗 除了这期关键的上篮 詹姆斯在整场比赛中的表现 也堪称完美 在库里状态低迷的情况下 詹姆斯成为了球队 进攻端最可靠的存在 球量比赛他14投10中 贡献了25分 6篮板和7助攻 在国际赛场上 在队友均为明星球员的情况下 詹姆斯打出了类似NBA比赛的数据 尽管已经39岁 詹姆斯依旧证明了自己能够统治比赛 自美国男篮组建以来 詹姆斯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引发了广泛争议 许多人认为詹姆斯年事已高 可能只能像1992年的魔术师 约翰逊和拉里伯德那样 担任球队的精神领袖 也有观点认为 詹姆斯在国际赛场上的 得分能力并不突出 他可能更多只能担任球队的组织者 然而在这场比赛中 当重星云集的美国男篮遭遇苦战 许多球员状态迷失时 詹姆斯依然是最可靠的存在 他的突破和攻框 仍然是球队最有把握的得分方式 毫无疑问 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中 詹姆斯将继续是 球队夺金路上最值得依靠的球员之一 值得以的是 就在这场与南苏丹的比赛前 詹姆斯的现役 美国男篮队友恩比德在采访中表示 詹姆斯已经失去了统治力 这种令人费景的发言 显然并没有对詹姆斯产生影响 反而让恩比德再次成为笑柄 虽然与巅峰期相比 詹姆斯的统治力自然有所下滑 毕竟他已经接近40岁 但他无疑仍然是这个星球上 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这场热森赛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险胜南苏丹后 胜利感到满意 我们没有经历太多的失利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停滞不前 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迈进 我们对阵的许多球队 已经提前集续了几个月 而我们只有两周的时间来集结 每场比赛 每次录像会议 我们都得到了一次机会 我们必须最大化地 利用这些机会不断进步 比赛接近的程度并不重要 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变得更好 我觉得在上半场 我们让对手打得很舒服 他们开始头三分 下半场我们打出了自己的篮球风格 我们的下半场10分44分 这很不错 相比于上半场丢了接近60分 表现有了明显改善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进步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南苏丹 这只差点先分美国队的黑马 其实相对于美国队 中国南篮队南苏丹并不过 世界杯期间 中国队对南苏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仍旧输给了他们 无论是中国队还是美国队 都可能认为南苏丹不过是一群 常年在美国训练和打球的非洲球员 这种球员NBA大牌们见得太多了 然而南苏丹 以及其他黑非洲国家的篮球 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现象 这不仅在本次比赛中 给美国南篮带来了惊吓 他们的球员身材高大弹调出色 目前在欧洲篮坛也成为了新兴力量 有可能彻底改变欧洲篮球的基本特征 以这次南苏当队为例 除了我们熟悉的沙约克 中锋加布里尔 以及外线的卡利克琼斯 还有一个不到18岁的年轻人 马鲁阿奇 他的身高达到2米18 也是下一届NBA选秀中最被看好的新人之一 马鲁阿奇出自NBA在非洲半岛篮球学校 而这所学校的校长正是卢尔登 传闻有一天 高大的马鲁阿奇在大街上被一个奇摩托的路人看到 问他为什么不去打篮球 于是他去了塞内加尔的非洲篮球学院 而那时的马鲁阿奇甚至还不会打篮球 南苏当队让美国的NBA大牌明星手忙讲乱 采用了亚洲球队非常熟悉的打法 但美国队员却不太熟悉 他们像草原上的狼一样 对各种得分机会逃不放过 不论是该进的该投的还是篮板球该抢的 他们一律不放过 这种玩强和无所畏惧的打法 让他们在比赛中表现非常抢眼 南苏当队的领袖还是沙约克 他在比赛中拿下了24分 3分球12投6中 琼斯也贡献了15分 上半场南苏当队能够领先美国队16分 主要得益于他们疯狂的拼抢和防守 这样以恩比德为中锋的美国队首发无所适从 事实上这种打法在NBA也有类似的表现 例如今年打进总决赛的独行侠队 除了卢卡东西奇和凯利欧文外 还依靠一众角色球员的不懈拼抢和防守 美国队的阵容设计是以詹姆斯为组织前锋 库里作为投手 恩比德则负责内外牵制 然而由于不适应南苏当队的高大球员和平凡的跳跃 美国队的三分球前13投仅中一球 库里上半场只得到2分 詹姆斯虽然利用身体和技术优势左冲右突 但也有四个失误 下半场开始克尔决定弃用首发阵容 改用戴维斯、阿德巴约、巴图姆、艾特华兹和怀特 看上去只有戴维斯的拼抢能与南苏当队的蹦跳相匹配 在戴维斯的防守下分拆很快缩小 首发阵容回到场上后 美国队不再慌乱最终由布克追平比分 库里三分球超出 结束了第三节 这一节比赛美国队拿下了37分 原以为美国队可以就此稳稳的拿下比赛 因为他们已经逐渐拉开了比分 然而没想到最后阶段南苏当队又卷土重来 打出了一个8比0的高潮 这比赛仅剩20秒时 索尔摆脱詹姆斯命中底角三分 再次超出比分100比99 随后上演了詹姆斯在最后8秒 突破上篮的准绝杀场面 巧合的是上半场结束前 也是詹姆斯靠突破上篮 完成了一次三分进攻 这场比赛不会改变南苏丹队 在奥运场上被轻视的事实 因此小组赛中我们对他们或许还有些期待 我们对南苏丹的表现只能竖起大拇指 虽然他们未能战胜美国队和詹姆斯 但他们的表现依然值得称赞 至于美国队 这场比赛再次敲脚的警钟 在阵容安排上 克尔还处于试验熟悉和调整阶段 目前的首发阵容仍然不确定 除了詹姆斯和库里 安比德有可能会打踢5 埃德华兹被安排在第二组的主攻守位置 克尔应该会更加重视戴维斯的护框防守 以及霍勒迪和怀特的外线防守 必要时他可能会牺牲像布克这样的得分手 以确保球队在防守端的稳定性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看够 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 那就点点订阅 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长久哦